國民黨的立委 盧憲一跑去中國廣西參加3月3的活動 廣西3月3是每年的廣西自治區的民族活動 而昨天台灣立法院舉辦年金改革法案覆議對吧 而這位盧憲一身為台灣的原住民 我上面看是盧凱族跟排灣族的混血 他卻跑去了中共國的廣西參加了當地的民族活動 大喊兩安一家親等等中華一家親中華民族 你卻在昨天台灣立法院的第一輪投票時出席了 你有任意門還是你盧憲一是三體人 這個都可以被允許的 親自施犯了什麼叫做不在籍投票 你盧憲一一個排灣族盧凱族的 你跑去參加中共廣西舉辦的那個什麼 中華民族一家親的節日 你排灣族是中華民族 你們祭拜的祖先那些祖靈 都是炎黃子孫是吧 都是炎黃皇帝那些諸如此類的對不對 太離譜了 你知道刑法的偽造文書罪裡面 刑法第211條規定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告訴你 國民黨要減一室 你們的立法委員只要一年以上 你就雞雞再見 你進來了以後你要先簽到對不對 有人代簽那就是偽造文書的前提 你先代簽嘛 現在有沒有損害公眾或他人有 有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這個相關的表決是 跟年金改革有關係嘛 所以損害公眾跟他人一定有 所以偽造公文書一定成立 無憲意很奇怪 你還說什麼 民進黨在霸凌那個原住民 莫名其妙嘛 為什麼呢 為什麼 霸凌原住民的是中國國民黨的偷案的那個人 他完全沒有把原住民放在眼裡 那個中國國民黨的這個立法委員是誰 你準備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去圖寫 唉唷 都要揪出來 不過我要請問一下瑞德哥 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呢 如縣衣人根本不在 可是你看喔 在立法院的大螢幕上面 他就是有暗 然後呢 現場也沒人發現 好啦 那沒有人發現呢 剛剛這個冠婷講到的程序 這是沈柏洋的臉書 就是說第一 你要門口簽到 欸這是A組 誰幫他代簽 第二 領表決卡 你要簽到才能領表決卡 所以他其實有兩個關卡 對 讓議事人員來辨認 說到底是不是你如縣衣 第三個要按出席鍵 所以B組偷按手抖的這個人呢 他不但要按出席鍵 先按一個 然後再按贊成跟反對 唉唷 其實程序還蠻複雜的 對 好幾個關卡耶 對 所以這個要請教一下瑞德哥 這麼多關卡 抓得到人嗎 在這裡要禁告 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 下個禮拜一定要去告 你如果不去告 就換我去告 很簡單 偽造文書罪 我不管你以前 什麼國民黨 民進黨 哪一黨 哪一個人 然後坐票的戴案 那你們家的事 我不管這一次我就是要管 就是很簡單 為什麼呢 太離譜了 你知道刑法的偽造文書罪裡面 刑法第211條規定 偽造變造公文書 足以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蠻重要的 沒有一顆滑金的機會 我跟你說 國民黨要減一室 你們的立法委員 只要一年以上 你就雞雞再見 後來要地補嗎 你是不是知道 你5206 我可能也地補 各位去 你在補什麼 不好意思 我告訴各位 這件事情跟以前都不一樣 因為以前就常常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立法院後來就修改了 很多議事規則 所以你進來了以後 你要先簽到對不對 有人代簽 那就是偽造文書的前提 你先代簽 但是代簽 偽造文書必須損害公眾 或他人的利益 所以如果你只是單純代簽 還未必 但問題是 他進去了以後 因為要議事人員要確認 他是立法委員 才把表決卡給他 為什麼要表決卡 表決卡坐到立委的位置上 把他弄到插進去前面的表決器裡面 這才能夠表決 然後他還必須 他還不能說我不小心的 為什麼 插進去以後 還要按鈕 出席鈕要按下去 對 出席鈕按下去以後 表決的時候 反對贊成你才能夠表決 都這種細關 有人 我不管你是A組 B組 AB組 都你們家的事情 你知道嗎 反正你們就是作弊 而且是違法的行為 以前怎麼說 我不管 以前有說 我去放一個理由 對吧 你幫我代案一下 那是以前的事情 現在 有沒有損害公眾或他人 有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這個相關的表決是 跟年金改革有關係 所以損害公眾跟他人一定有 所以偽造公文書一定成立 中國國民黨的黨團 今天怎麼說 這一票 對不對 以最後的結果論 並不會改變整個結果 你錯 因為第一輪就是47票對47票 如果盧憲一不在 盧憲一怎麼知道他不在 因為下午2點才回來 才從中國回來 而且中國媒體幫我們見證了 因為中國媒體發了新聞稿 說什麼 中華一家親 少數民族一家親 據台灣盧憲一在現場 盧憲一 中華海底 盧憲一在現場 盧憲一在現場說 這個什麼 有沒有控制就對了 所以鐵證盧憲 那盧憲一很奇怪 他還說什麼 民進黨在霸凌原住民 莫名其妙 為什麼呢 為什麼 霸凌原住民 是中國國民黨的偷案的那個人 他完全沒有把原住民放在眼裡 為什麼可以歪到霸凌原住民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要 他要掩飾說 跟我們沒有關係 幹嘛 但是他對有人偷案用他的名義 他說他一無所惜 一無所惜 不然你在說什麼 現在要抓不是 盧先生自己無關 對 那你可以說那個議事 還有人說不要害到議事工作人員 可能罪話還是辦他 我們不是要辦他 我們是要辦那個偷領的 偷簽的 偷案的 對 這個中國國民黨的這個立法委員是誰 你準備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去突擊 哎呦 這個罪還蠻重的 很重的 而且不得一顆罰金 對啊 好啦 那立法院有人坐票 哇 這件事情大條啦 那國民黨今天也有回應 國民黨團今天的回應 他就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呢 哦 議事處 議事處你要自己說唷 哇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嘛 然後呢 他們就說 不管是哪一案啊 最終結果 沒有影響投票結果 剛剛已經告訴你 就是會影響投票結果 你第一輪 國民黨其實就是輸了 這個要請教一下 加凱啦 所以國民黨意思是說 議事人員你要給我負責 所以 撇得一百二斤 剛剛我們講A組 B組 要抓出來的那個 都沒事啊 我知道我之前有一個夾娃娃機 店那個案子不是很懸嗎 我覺得昨天那個案子 也很懸對不對 莫名其妙人沒有到 對不對 不是 懸對不對 他推給那個店主 對不對 但是懸之又懸 我說一下 剛剛益川哥說的A方案 冠庭說的B方案 我這邊有一個C方案 今天大家都偵探嘛 對不對 柯南上升 我說一下 有沒有一個可能 因為剛剛說要先簽到 領票再投票嘛 有沒有可能 因為剛剛益川說的A方案 有說 附近做了很多新人 新科的立委 有沒有可能他拿了票 做錯位置 插錯卡 才發現說 因為他結果是說 他只有第一輪有投票 二三都沒有投嘛 所以他是不是做錯位置 發現我投錯票 等一下 等一下 簽名的時候 簽別人的名字 他可能 他可能沒有 如先有沒有簽名 還不知道 有有 要簽名才能領 簽名才能領 簽名才能領 有可能是做錯位置嘛 對不對 但我覺得做錯位置 或者是奇怪 也有可能嘛 但不排除剛剛A B方案 那C方案也有可能 不會做錯位置 因為他還是要回到他自己的位置 所以他是 他說 我再做回我的位置 就可能對位置不是那個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他是第一次 這個案子的時候 按了兩次的如先一 不是按了一次 是第二案才沒有如先一 對 那第二案沒有如先一的時候 一定是第一案發現有如先一的時候 一定有人在裡面說 如先一無疊的啦 如先一去中國啦 老人幫他折啦 黑白老啦 如先這個人 他自己也要按啊 所以他按了兩個嘛 他按了兩個 所以做錯位置按錯 這樣子會不會減輕 不是啊 因為每個立委都有自己的表決 對 方法還會寫名字耶 你這個柯南不... 不是這個 對 我要講 那個家梁我先講 你這個方案不可能是因為 後來算所有票數啊 國民黨有出席的 每個人都有投票 所以你講說比方說 假設 所以總數就是7嘛 總數是對的啦 所以現在這個問題是 那為什麼後來多出那一個嘛 對 所以現在是問題是多出這個如先一 所以如先一這個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有人幫他領了 領了之後呢 按自己的再按他的 所以這個人要揪出來啦 所以 好 那我就說真心話了 對 啊不過去了 說真心話 啊不過去我說真心話 好 我們這個事情 當然一事規則 你要去調監視器 我覺得都尊重 但是我覺得 借盡之前那個網紅的事件 我們不要把很多的東西推給 什麼店長推給其他人 對 這東西到底是誰 出來自首嘛 到底是誰 我們就應該說清楚 因為如果是不小心失誤的話 我覺得大家請我肯定 那如果是涉及到法律層面的話 我覺得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國民黨團 這要出來說清楚 會比較好啦 因為說實在 我們的標題下面應該打 呂家愷呼籲 那麼盜贏者 自首 前提是 我相信絕對不是故意的 我只能這樣說啦 所以你也不贊成 國民黨團的說法說 啊那個要去問議事人員啦 都基層要負責 但是如果你要證據去調查 那些所謂的 到底是誰去按那個按鈕的話 我相信調監視器有用 但是如果可以提前 就是告訴大家真相的話 我覺得是合情合理 是可以原諒的 好啦 這樣子柯南算是有及格 哈哈哈哈